跑越快消極效果越好 可用唱歌來當運動標準喔 網友好享受聽說 慢跑學速度不能太慢 跑得越喘 手得越多 嚯嚯嚯 還不趕快動起來 欸欸欸 等等等 別亂來啊 隱身說 並且跑得越喘就一定越好 必須在身體可承受的程度下進行 如每小時跑6-8公里的速度 持續30分鐘 人心肺功能可適應後 再循序漸進 加快速度 不過其實慢跑運動 的確是達到中等強度 才有健身減脂的效果 當然它要一定的速度 只是暫顧它沒有達到 健身運動的效果 那你般來講 我們國際上 加分學有建議的 這個中等強度的運動 建議運動可以自己去測試 就是說你在做這個運動的時候 你可以講話 只是沒有辦法躺著測這個速度 但醫生也提醒 每個人的心肺耐受度不同 尤其有心血管疾病者 無法承受太劇烈的運動 所以建議大家懂別亂逞強 聽從身體的聲音 千萬別就不負荷囉 旋律中心TV報導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